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那就是魏华存 你可能听说过她的名字 或者看过她的画像 她是一位近代的女道士 也是道教上清派和茅山派的第一代祖师 她的称号有很多 比如魏夫人、子虚元君、二仙奶奶等等 她的生平和传说充满了神秘和奇幻 她是如何成为道教的重要人物和玄天上帝的师父的呢?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那就请继续观看本视频 我将为你揭开魏华存的故事 探索她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影响 魏华存的故事可以说是道教史上最精彩的一段 她不仅是一位博学的女性 还是一位修道的高手 她曾经得到了清虚真人、王包等仙人的指点 学习了神真之道和黄庭经 她还曾经在南越恒山遇到了玄天上帝 传授了她无极上道 使她成为了道教的最高神奇 她的传奇经历和神通异能 让她在道教信徒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她的弟子杨夕更是将她神话 撰写了《魏夫人传》 并将她封为子虚援军 掌管上清三天的私命之神 她的教法和经典 也被后来的道教派别继承和发扬 形成了上清派和茅山派 这两个派别都是道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派别之一 对道教的发展和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那么魏华存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她的哲学思想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一一解答 魏华存的生平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历史记载 一种是传说传奇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记载 根据晋书《魏书传》和晋书《刘宥燕传》的记载 魏华存是近代名臣魏书的女儿 自贤安 出生于251年 山东任成樊义人 她24岁时嫁给了修武县令南阳刘宥燕 刘宥燕是一位有才学的官员 也是一位道教信徒 她曾经担任过张道林的后裔张灵的祭酒 也就是道教的祭司 魏华存和刘宥燕一样 也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女性 她精通道德经 南华经 儒家武经 诸子百家的学说 她也信奉天师道 实斋修道多年 担任祭酒 她和刘宥燕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刘毅 一个叫刘毅枕 都是有才能的人物 魏华存的生平 还有一种是传说传奇的说法 这种说法主要来源于魏夫人传 这是她的弟子杨熙 所撰写的一部神话小说 对她的生平进行了夸大和美化 甚至加入了许多奇幻的元素 根据魏夫人传的说法 魏华存是天地之女 出生时就有神意的征兆 她的容貌美丽 气质高雅 她的智慧和才华也超乎常人 她不仅精通各种经典 还能通晓天文地理 她还能预知未来 治病救人 驱鬼除邪 她的道德和功德也是无与伦比的 她嫁给刘又燕后 就和她一起修道 她曾经得到了清虚真人 王包等仙人的指点 学习了神真之道和黄庭经 她还曾经在南越恒山 遇到了玄天上帝 传授了她无奇上道 使她成为了道教的最高神奇 她的传奇经历和神通异能 让她在道教信徒中 享有崇高的地位 她的弟子杨熙 更是将她神话 撰写了魏夫人传 并将她封为子虚援君 掌管上清三天的私命之神 我们可以看到 魏华存的生平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历史记载 一种是传说传奇 历史记载比较客观和真实 传说传奇比较主观和虚构 但是 这两种说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相互补充的 他们都反映了魏华存的一面 也反映了道教信徒 对她的敬仰和想象 魏华存的哲学思想 主要体现在 她所传授的《上清经》 和《仙真内传》上 《上清经》是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 它包括了《大动玄真经》 《大动元真经》 《大动太真经》三部分 共有三十六卷 《上清经》的内容 主要是关于上清三天的神奇 仙人 法术 俘禄 丹药 修炼等方面的秘密 它揭示了道教的最高境界 和最高真理 也提供了道教的最高修行方法 和最高功效 《上清经》的核心思想 就是无极上道 也就是超越一切 有形有相的极限 达到无上无形的境界 这是道教的终极目标 和最高境界 《上清经》的特点 就是强调了道教的神秘性 和超越性 它不像天师道那样 注重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 而是注重个人的神通和灵验 它不像南北朝的鬼神道那样 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术语 而是坚持道教的本源和特色 它不像唐代的灵宝派那样 依赖于外在的法物和仪式 而是依赖于内在的心法和神识 《上清经》的影响 就是开创了道教的上清派 这是道教历史上最早的一派 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派 它对后来的道教派别 如毛山派 全真派 正一派等 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它也对中国的文化 艺术 医学 科学等方面 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仙真内传》 是魏华存所撰写的一部传记体的著作 它记录了它的师父清虚真人王包的生平和教法 也记录了他自己的修道经历和心得 它是《上清经》的补充和注释 也是魏华存的自传 《仙真内传》的内容 主要是关于清虚真人王包的神奇事迹 如他如何从凡人成为仙人 如何游历天地 如何遇见各种神仙 如何掌握各种法术 如何传授魏华存神真之道等等 他也记录了魏华存的一些修道心得 如他如何领悟黄庭经 如何遇见玄天上帝 如何传授上清经等等 他还记录了一些修道的要诀和秘诀 如如何调戏养神 如何炼器化丹 如何运用俯禄 如何飞升成仙等等 仙真内传的思想 主要是关于神真之道 也就是清虚真人王包 所创立的一种修道方法 它是《上清经》的实践和应用 也是魏华存的修道基础和指导 神真之道的核心 就是以神为真 也就是以神史为修道的根本 以神通为修道的目的 以神化为修道的结果 这是一种以神为本的修道观 他强调了修道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他认为修道者可以通过自己的神识 来掌握道法 来运用法术 来达到先进 这是一种非常自由和灵活的修道方式 也是一种非常高效和灵验的修道方式 先真内传的特点 就是以传记的形式 来阐述神真之道 它不像《上清经》那样抽象和晦涩 而是具体和生动 它不像《上清经》那样严肃和庄重 而是轻松和幽默 它不像《上清经》那样正统和权威 而是开放和多元 它以故事的方式来吸引读者 来传播道教 来展示仙道 它是一部非常有趣和有用的著作 先真内传的影响 就是为后来的道教传记文学 提供了一个范例和启示 它也为后来的道教修道者 提供了一个榜样和指导 它也为后来的道教信徒 提供了一个信仰和崇拜 它是一部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著作 通过以上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 魏华存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她不仅是一位博学的女性 还是一位修道的高手 她不仅是一位重要的道士 还是一位伟大的祖师 她的生平和传说 充满了神秘和奇幻 她的哲学思想 充满了智慧和创造 她的教法和经典 充满了灵性和灵验 她对道教的发展和变化 有着深远的影响 她也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有着重要的贡献 她是道教史上最精彩的一段 也是哲学历史上最有趣的一章 她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 她也值得我们去敬仰和赞美 希望你们喜欢本视频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 关于哲学历史的视频 欢迎订阅本频道 点赞分享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